全面瘋狂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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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股市真的是發瘋了 股市漲漲漲 每個禮拜 我們幾乎談談創新高 創新高 再創新高 就是台股的基調 那果不其然 這個禮拜再度創新高 來到一萬七千七百零九點 就離萬八這麼一步之遙 之前很瘋的鋼鐵 然後航海王之外 又看到聯發科 竟然是亮燈漲停 衝上一千一百八十五 台北股市出現了十千金 非常難得的盛勢 那麼還會繼續的漲嗎 這個電子股 是不是重新回到主流了呢 那麼這禮拜我們也觀察到 國際政治上 也出現了一些地緣政治上 一個新的風險 對經濟又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了 馬上先介紹這區叫做 全面瘋狂區 也帶了很多這個瘋狂的股票 是我們萬寶這關總編記 莊總編歡迎 欣妮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這個年紀很小 但並不是股市小白 是天天PO對帳單很嚇人的 我們年輕人的投資夢版主 鄭世涵歡迎 欣妮姐 大家好 我們資資策會的總監 歡迎陳總監 欣妮好 各位觀眾好 這邊叫做很冷靜區 竟然到現在都沒有全面進場 第一位 東海大學日本研究主任陳友芳 歡迎陳老師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大政事系博士候選人 吳立強歡迎吳老師 欣妮好 觀眾朋友們您好 現在是不是太冷靜是個缺點 沒錯 超級後悔 超級後悔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有多瘋 股市真的創新高不是新聞 現在叫做家常便飯 就是台北股市創高創高 再創新高 我們錄影的時候 再創高的 所以來到最高 這個禮拜就是一萬七千七百零九點 那麼股市沖當然是有底氣的 因為我們新台幣也在沖 很有錢 新台幣已經突破二十八元大關 現在目前是來到二十四年來的最高價位 目前的情勢其實非常的吊詭 政府正在嚴你當沖稅降稅 繼續延長五年 鼓勵大家繼續衝衝衝衝 另一方面在研究怎麼打房打得更用力 這樣看起來打房錢逼近股市的話 股市是不是充滿了後盾的能量 很快就要在五月份來到萬八呢 請我們現場來賓幫我們來 我來明調一下 請舉牌 五月份是不是又重想萬八 就差這麼一點點 只有兩位說會 三位說不會 詹老師你有沒有買 怎麼舉那麼快 沒有 我要讓自己更後悔一點 自己這樣更後悔 那吳老師你是 我們是國際政治經濟面的研究 所以我們從上往下降看 國際政治經濟面 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像印度的疫情 然後美國要重組供應鏈 這些我認為後面有很多隱憂 所以說 不會那麼快 到18000可能沒有問題 但可能不會那麼快 不會那麼快 只有總結你說會 這一區 專業區 對 因為目前雖然疫情有影響 可是疫情會帶動 電子產品更大的需求 因為遠距 第二個 目前不管是政治經濟 目前沒有聽到什麼樣的 更壞的壞消息 沒有更壞 再加上又低利率 台幣又升值 所以我們會看18000 很有道理 這個算數算一下 差不多才300點不到 有這麼難嗎 指數的一個部分來看 就是看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我已經說了 下面有587 上面有618 保護地球 上禮拜大家在默捏 這個數字 對 我已經講過 保護地球工作是交給政府來做 政府上面618就是過不去 下面587就是要牢牢守住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還要叫全部的人一起進攻到這個地方 我認為 還是會每天有50檔的公司在掌停板 但是指數會在這個附近做整理 因為大全職的公司已經動到聯發科了 已經大全職的該動都動了 現在要是看 下一家再動一下就上去了 小鬼當家將會 自從現在一直到6月底的一個主軸 可能到7月 我說過台積電 那時候它有機會在攻的時候 指數就能夠請計過關了 OK 所以現在小鬼當家 等到台積電動起來的時候 再衝萬八 再等一下 鄭同學 我自己是短線的部位都已經 減碼滿多的 大概週三大概就減碼一些 因為我覺得 從航運跟鋼鐵這樣的一個局勢來看 如果航運 鋼鐵 沒辦法持續繼續漲的話 這個錢如果它休息了 沒有直接轉移到其他產業的話 那會影響到市場的熱度 你今天是我們這邊最年輕的 有意見嗎 有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有意見 我到現在還不會投資 已經53歲了 不過我要插播問一下 所以你要說你是股市小小白對不對 對 他是年紀小但不是小白 他是老小白 插播問一下陳總監 日本的股市一般來說 日幣升值的話 幾乎股價就會跌的可能性非常高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說 台幣升值 但是對台股是一個助力呢 就回答到這裡好了 請看我們的很多影片複習 果然是小白 我們一起來看 1992年升 對不對 這個是你的簡介 破產生涯 破產生涯 28歲的破產生涯 對 我從高二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投資理財 我爸媽的關係 對 那時候從10萬塊玩到30萬 那時候是靠IC設計的電子股 因為那時候 2009年大家也知道 金融海峽過後 對 所以怎麼賺錢應該 就跟現在一樣 好像大家都覺得很容易 30萬之後 我去玩一個工具叫做權證 對 2010年破產 對 遇到歐債 遇到歐債危機 那時候玩權證的時候 把自己當主 買了兩三千張的權證 而且都買那種低價的 一張只要 哪一所學校都沒在念書 不能講 不能講 對 國立的 應該是國立的 國立 最近還要回去演講 後來就是靠 就剛好靠這個隔日叢 跟法書會行情 就用一些 因為權證 這個工具很適合 用一些事件型的交椅 我們就只要用 一兩天的時間 來去參與這個 所謂的事件型交椅 或營收 財報 就可以用小小的錢 就創造了這個 三萬塊到一百萬 這個算是 我那時候 現在回過頭來看 那個時候真的是 三十幾倍 那時候是真的很有勇氣 我現在不太敢這樣做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一直all in 才有辦法在半年 從三萬塊賺到一百萬 全震 以小博大 對 因為你就只有三萬塊可以賠 那時候我是因為破產之後 打工 不小心 不是不小心 很努力存到三萬塊 才有機會 剛好翻起來 其實看到 我們看到年輕人破產 都覺得是一個祝福 因為你才18歲就破產 如果這個時候 陳老師在破產 所以我不能破產 你就是 整個情境 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 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要選公園了 你這砍掉重練 很容易再重新重練 好 那今天請詩安來 因為滿特殊的 因為他常常會在自己的 臉書上po對賬單 對賬單 這個對賬單 我們數字來看一下 大家最喜歡看對賬單 這個幫大家加一下 這是你四月份的一個戶頭 對 這四月份 一百一十五萬 這邊是五十萬 這邊是一百四十四萬 加快一點數字還多 這邊九十三萬 還沒有算完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七十五萬 這麼會賺幹嘛 沒有 下面 這也是我單月獲利新高 還有加之章嗎 這另外的 CB的可轉債 可轉債也是一個我波段 就是我在專門做波段 剛才各位看到的是短線 波段上面的話 我是靠可轉債來去支持的 這樣子整個算起來 四月份股票期貨加可轉債 獲利超過五百萬 這也是超過我 這十一年來 不到三十歲 對 所以剛好來這地方 來紀念一下這個 紀念一下 這個日子 不知道下個月會怎麼樣 所以先把它留起來 它人生的高峰 這段把它錄起來要增長 因為可能未來就沒有做數字 很難了 因為很難 很難在月超過五百萬的 這個我覺得 是剛好拜這個行情所賜 因為四月份大家知道 剛才總監有講到 幾乎每天就是50檔 50檔在漲停 每天我基本上 有一千多檔 不見得都可以跳到50檔 這個月基本上 我每天幾乎都在鎖停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 你的股票都在鎖停 所以你是買航海王 買一些強勢的股票 對不對 買一些強勢的股票 這個是波段上面 剛好遇到了鋼鐵的 星光鋼跟石泉的可轉債 剛好也有搭上 台康的分計 所以剛好在可轉債上面 四月份也是一個非常亮眼的 一個月 我來問一下 28歲一個月賺500萬 你是什麼樣的心情 你朋友們又是什麼樣的心情 就是準備請客 準備請客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們是知道自己冒了多少風險 才得到這樣的錢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把它珍惜 把它給它存起來 賺的錢你是存起來 對 存起來 因為我自己 你不是在下去 我自己有在學校教書 我們學校很多的同學也是賺了 就是一個大學 大二大三的學生 都賺了一百多萬 我都覺得這個世界已經 變了 就是沒有不可能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是 所以這堂課變成 老師在做股票 同學也在 大家就聊盤事 變成是真的太實物了 對 實物帶的內容 會比理論再多一些 你現在是有在學校兼課 對 你會想要再回去 正常的產業或是公司上班嗎 目前我覺得這個節奏 對我來說已經是最棒了 怎麼可以跟你一樣 現在這萬七萬八這個行情 教大家一兩招賺快錢的方式 對 我們要找一些 就是要了解說 檯面上這些小主力或是主力 他們喜歡什麼樣的股票 他們喜歡什麼股票 我們就要先找 開盤強勢股跟什麼 對 漲停股來去選擇 那這個地方可以 各位可以從這個 特別報價裡面 一般的軟體裡面 有一個叫特別報價裡面 可以練功 這個是我以前 研究了大概一兩年 我都從這裡面找到一些 例如為什麼 會鎖到漲停的股票 是因為我知道這些主力 他們喜歡什麼樣的線型 那我就給他們 什麼樣的線型 這邊你們會看到一些 比較熱的股票 對 所以從 開盤強勢股的時候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哪些開盤強勢股 它後面漲停了 那它為什麼漲停呢 它開盤漲的樣子是漲怎樣 它在日線上面的型態 大概是怎樣 它才會使得它會漲停 這個是在開盤強勢股的上面 那漲停股呢 漲停股就是說 我要去了解這些漲停的股票 到底它的日線線型走勢 大概漲怎樣 藉此之外 我就可以了解什麼 了解說 到底哪些股票 是我可以盤中去切入的 大概舉例 我們就舉一個最近 我自己操作的一個案例 各位可以看到 從日線圖這邊來看的話 它這個型態是不是一個 算是一個鄉型的突破 那我就會願意在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地方 進去做一個試單的動作 那我的試單基本上都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只有九張而已 我就是一張一張點 我點到如果我覺得這個行情 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它往下的話 它破均價之後 我就可以怎樣 做這個停水 但是我一直點我方向 我發現 你在看這個趨勢方向 跟你想的一不一樣 對 跟市場的方向一樣的話 我會點得越來越快 所以那個滑鼠 我再兩個月換一次 OK 手很痠 這手真的滿痠 這個也是一個案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一個型態 那時候 剛好市場上都在炒 所謂的鴻海旗下的一些小公司 例如這個什麼鴻 鴻海有些2328叫什麼東西 廣宇 或者是這些中陽光 剛好它也有被人家發動的跡象 我也是在這個地方進場 這個就是我很不容易 這是幫我姐姐賺到 又列了對賬單 這是幫我姐姐賺到的 幫姐姐賺 加裝錢 因為我姐7月份要結婚了 那時候我在她戶頭 基本上有一些錢 我賺助她20萬 後來我們就在18塊的時候 買鋼鐵 那時候看到3月中的時候 就看到鋼鐵報價 在大陸那邊就已經大漲了 我們就認為說 它可能會有庫存的收益 加上所謂的代工 處理費的收益 所以我就報到這一段 這邊主要在講一個技術分析 這個地方其實它是做一個 跳空表態的一個長紅 而且這邊是誰發動的 是投信發動的 我們常常講投信 很容易會變成行情的發動者 所以我就剛好吃到這一段了 就是剛好吃到這一段 所以你技術分析籌碼你都看 有這個地地增 你看這個 架裝紅包這麼大 她還覺得這個是假的 她覺得是假的 她可能覺得這個 可能等一下 因為她覺得股票 因為她是一個公務人員 她覺得股票就是一種 高風險的東西 就是怎麼來的就會怎麼不見 其實我們在做任何的情況下 我們都已經把我的風險跟獲利已經選出來了 你總不可能在這個地方 例如現在中紅已經來到40幾塊錢 不可能在這地方 才去大局的進場 那有沒有下一個中紅 這個其實是要去做的 好 我覺得其實實在這支 當然這支是做 你實在是賺得很漂亮 剛剛講的 其實也分析都非常有你的道理 這一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很多的年輕人衝進來 那這些年輕人包括你 你有經歷過股市的大回檔嗎 對 我剛好很幸運的 我是從2009年進來 2009年到現在沒有一個 完全沒有 像樣的回檔 所以這邊 2009年前面那一波叫做 9859到3955嗎 對 那一波才是一個非常大的回檔 在場這一些大哥 叔叔們 應該就有經歷過 吳老師你幹嘛搖頭 聽不懂 聽不懂 那1268有聽過嗎 1268有聽過 歷史聽過 所以現在很多人擔心說 會不會年輕人太衝了 之後會發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災難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就是說因為像 我自己在學校教書 有非常多的年輕的同學們 他們每天下課都來跑來 跟我問股票 跟我聊股票或什麼 而且很勤勞 現在認真上課的人多嗎 比政課的內容還勤勞 我就覺得這個 然後我前幾天不是去媽祖落盡 落盡了很多的鄉客 也是在聊股票 我就覺得這個 連以前沒有在聯絡的朋友 也在問我 對啊 好久不見 很多帳戶十年沒有動的 現在開始動起來了 真的 我覺得我在這邊 一定要給年輕朋友 一個觀念 其實也是我來這邊 最大的目的 我主要是要帶在風險這一塊 因為你說一萬七一萬八 你只要 你只要今年跟去年 只要這個什麼 你只要攤平 你只要攤平不停損 你基本上你就 你就一定穩賺了 股票不要動 可能都是賺的 對 你就不要去停損 基本上都賺錢 所以應該有非常多都是賺錢的人 我主要是要鼓勵說 這一群人 一定要把錢存起來 因為你不可能 你從一百萬賺到了一千萬 你不可能到一千萬的時候 你還all in了你一千一百萬進去 所以第一個重點 賺到大錢要存起來 最近我知道很多人很high 興奮之情易於言表 從來沒有像四月份賺這麼多過 存起來 對 一定要存起來 像例如我四月份賺五百萬的話 我可能會拿一半 至少拿一半 存到可能我只進不出的 但萬一五月行情再起來 沒關係 上看兩萬兩萬二兩萬五 衝不衝買不買 我們至少可以用全債儀效果大 不需要把那麼多錢放到市場上 所以你覺得現在開始 你有一些警覺了 我覺得這樣 你睡覺也比較睡得著 比如說不要到一萬七一萬八 還在all in 我覺得風險跟報酬比 各位應該也知道 恭喜鄭同學 這個月很有收穫 我覺得他滿不錯 他其實整個投資策略 十一年來 你有自己的想法 會做調整 對 然後你是有工有手 有賺有存 還挺好的 有風險的意思 恭喜你 謝謝 我想問一下鄭賢 你剛剛看他這些操作的方法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滿不錯 因為年輕人 像更年輕的20年 我真的是鼓勵用一些金融產品 因為不要以為他們風險很大 像很多權政 其實在此前 權政為什麼好做 是以前 權政的發行商 他以前沒有武器抵御你 以前假如你開高 他就是一定要跟你買 現在政府已經改規定了 就是要避免權政被攻擊 那我覺得 像現在推動很多牛雄政 各股選擇權 這些都是年輕人 對 可能連三萬塊都不用存 可是三千塊 他就可以做一個投資 那你說 那這樣三千塊賠了怎麼辦 我說過 在年輕的時候賠三千塊 都是好事 不要到 後來賠三十萬 對 年輕的時候破產也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多 年輕人可以多學一些金融產品 對大家來講是好的 對 多累積一些你的經驗 最近我自己小兵也是 他也是說他破產兩遍 二十歲 我就覺得好羨慕 二十歲破產兩遍 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如果這時候再破產 就是也是無可限量 另外一個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產業面上 最近大家看到說 半導體真的是非常的熱 這是國安問題 陳總監我們一起來看 現在傳出來很多 不只美國 中國 歐盟 都要把這市值率提高 歐盟要重金禮聘 我們台積電去設廠 這個要怎麼解讀 對我們的台積電半導體 有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看 講到半導體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是美國 因為美國整個半導體的產值 畢竟是世界第一大 我們看台灣是世界第二 台灣跟美國為什麼 會來一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對 我們看 主要原因是因為小英總統 在去年520就職演說 還有在10月的雙十國慶 不斷的講這句話 全球供應鏈重組 當然這個也讓副院長沈榮金 經濟部長王美花 還有國發會主委孔明欣 也再三的講全球供應鏈重組 這句話到底想要 對2300萬人表達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講 世界工廠是Made in China 可是現在未來10年 會是Made in everywhere 可是會重組成雙供應鏈 就是我過去不但強調的 一個世界兩套系統 一個就是以中國製造2025為主的 或者我們參加一帶一路戰略 另外一個是以美國 它是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 工業安全的角度去思考 好 那台美到底想要談什麼 因為台美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第一次簽了MOU 這MOU是說台美如果在未來的合作 優先合作是什麼 是半導體 半導體是優先的合作項目 我想我在工作職場30多年 從來沒看過這樣的現象 因為在人類的產業歷史上 都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 在爭霸權在打架 可是在半導體我是第一次看到 世界第一的美國跟世界第二的台灣 攜手打老三 老到老二攜手打老三 就是打中國 從來沒有這種情況 對 因為美中之間的衝突是全方位的 對 歐盟看到拜登推的這個動作 所以歐盟在前幾天也來推 當然這個就是待會會談到 歐盟講的2030的數位螺盤 數位螺盤裡面也談到半導體 那他編多少錢 百億歐元要做補貼 重金邀請例如韓國的三星 他的台積電到歐洲設廠 台積電好忙 對 很忙 所以這個都在回答一件事情 不見得每個跟歐洲要自己蓋晶圓廠 他是要邀請世界的前幾大到那裡去設 那當然他馬上會面臨水電跟人才供應的問題 可是至少他們是站在供應鏈安全的角度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很明顯的 它的半導體受到了所謂的卡脖子 為什麼 我講一個各位觀眾聽的一個數字 就是去年去年中國大陸進口的晶片 因為它晶片自主自殖率不到20% 代表80%幾全部都要進口 金額多少 3100億美元 3100億這個金額超過它的石油跟農產品 就所謂的糧食 然後甚至2020年比2019年還增加20% 所以他也很緊張 很緊張 那問題來了 3100億美元裡面 他跟七個國家進口了這麼多的晶片 其實你知道嗎 跟哪個國家進口最多 佔了40% 台灣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台股這麼好的原因 對 它跟台灣進口了1200億美元 佔了40% 所以從中國的角度 它要做進口替代 所以它加碼投資 從中央到地方大概投一、兩兆人民幣的投資 好 那政策更優惠 推出什麼 10年免稅 現在大家都全力發展半導體 對 但是會不會有弊端 一定有 這個弊端是什麼 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說我做汽車零組件 漫海鮮的 對 還有浪尾也一堆 對 那我們看 剛剛提到全球供應鏈重組 看來台灣跟美國 會為了供應鏈安全體系 更是緊密的合作 初步是聚焦在半導體 下一步會聚焦在5G 電動車和資訊安全 好 那問題來了 過去因為台商是 made in China 可是現在美國要求供應鏈安全 他希望你離開中國 否則他會不敢買 所以就會導致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讓人家看得很振奮 好 這是去年年底 中華經濟研究院調查一千多家 說你已經或者計劃改變投資簽廠 跟新社服務據點 好 那這是去年年底做的 台灣製造業 台灣佔了50% 回台就是要回台 要回到台灣的有50% 將近50% 對 然後要繼續到越南的有36% 服務業也要回台的是46% 到越南的是38.5% 所以因為全球供應鏈重組 然後美國要求你要撤離中國 所以台商就回台投資 可以看得到回台投資 成為台商 在台美共量安全體系下的一個 首要的戰略 所以我們現在產業競爭力回來了 然後這個錢回來了 人也回來了 還有GDP 我們去年跟今年 對 所以這樣子 不要萬八也很難吧 OK 謝謝陳總監 謝謝 我們一人來看 剛剛講到南京廠的部分 問一下吳老師 因為這個引發了中國在抵制說 怎麼會讓台積電來呢 還有分析師說 這是一個絕子絕孫的事情 有這麼嚴重嗎 剛剛陳總監提到的大陸 有一個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專家 5G的專家 他提出這個看法 這種用民族主義做出發點的分析 其實在大陸屢見不鮮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重要 因為你乍看起來覺得合理 是因為它的前提假設其實錯的 中間的邏輯可能是對的 我就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做財經節目 大家都要做定性的分析 要做定量的分析 台積電一個南京廠 就能夠控制整個中國大陸的 最28奈米的這個供應量嗎 不可能吧 既然做不到這一點的話 它就不可能 所謂的低價傾銷 這個低價傾銷是這位 這個所謂的專家 他提出來的整個論述 最大的前提假設 但我們只要問一句話 台積電有什麼理由 要低價傾銷 所以像這種 我剛講民主主義為出發點的 其實不合邏輯 大陸自己的媒體有人罵他腦殘 所以我覺得不必重視 但是我們也觀察到一點 就是看起來 我認為台積電去南京去擴廠 用28奈米作為一個分界線 我把它叫做非戰區 或者叫做非軍事區 如果更高的7奈米 大概就不能去大陸 我認為他跟美國 應該打過招呼了 就現在看起來 就是成熟製成的 可以滿足中國大陸 成熟晶片的需求的 短期缺貨的這個情況 去大陸投資他還沒有問題 部分人還是可以去中國 他清楚有別 他到美國 Arizona是121 或者是5奈米 7奈米這種高端的 所以比較承受到中國大陸去製造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弱小在兩牆之間求取平衡 一個避險的很好的策略 OK好 也要恭喜我們觀眾朋友 應該看我們節目是 有看到就有賺到 最近還有好的股票可以挑嗎 馬上回來